這個蘇丹湖 看起來越演越烈 到底跑哪裡去 我想很多都下肚子了 之前都沒有 我才不相信 所以現在已經下價 超過12萬公斤 要知道這東西 它只是一個配料 辣椒汁 它不是主食 所以理論上講 對不對 12萬公斤可以 做很多的什麼餡 辣椒粉什麼一堆 多少吃下肚子也不知道 食藥署還說不敢保證 完全沒有 換句話 它也不知道有沒有 其實就是還有 什麼叫不敢保證 就是有的意思 現在已經近50項產品受到影響了 所以食藥署建立一個 蘇丹宏辣椒粉專區 它現在不只是辣椒粉 什麼咖哩粉 什麼都有 所以現在是被定調 系統性食安事件 所以整個生產鏈都被污染 這個討厭 而且都是大廠 不是名不見競爭 名不見競爭就不用講了 唯利夠大了吧 八方雲集也是很大 好地都很大 高雄市也查出來 然後很多縣市都查出來 現在全台灣到處都有 另外牛頭排 天啊 所以現在時刻 現在就不敢點辣菜 川菜一定有辣 所以我真的想 我每次吃比賽 一定撒那個辣椒粉 現在不敢 我現在 我不知道怎麼辦 而且為什麼要去加 這個致癌色素 說是漂亮 顏色好看 其實你平常那個辣椒顏色 這也夠好看 為什麼一定要再 再現硬一點才好看呢 又廉價又便宜 都是科技的產品 那 因為它不容易 不容易退色會染手 所以你檢查 這是可以發覺 所以這業者 就把多種產品混合在一起 造成你機茶困難 可不可惡 你認為這業者可不可惡 真的是很可惡 我們看一下 蘇丹紅辣椒粉連環報 食藥署趕進度 要追毒辣椒粉擴大雞茶 59批中11批不合格 5批還在檢驗中 目前下架 封存超過12.25公斤 消暑更首度設不合格專區 但也坦言 抽驗完不代表市場上 就沒有違規產品 至於這樣的清茶 是不是百分之百 後市場完全沒有 我想 我們不敢這樣的打包票 不敢保證後市場乾淨 但被點名的業者 先急著跳腳 像是八方雲集 臉書澄清 未用違規辣椒粉 卻被網友灌爆留言 說很難放心 難道韓式鍋貼也有用嗎 小編先回擊 說買的是粗辣椒粉 也附上檢驗圖 但到底有無違規 食藥署還沒釐清 同樣在釐清的 還有微粒食品 現場公斤數 跟廠商都對不上 調查後才發現 是冒用海順公司出貨 而毒辣椒粉影響層面大 除了因為擴及品牌多 也跟使用範圍廣有關 辣椒粉能用在辣醬沙茶醬 還有乾粉類調汁咖哩 就連肉乾也有 火鍋糖粉也是常見品項之一 只要增添風味都可能出現 食藥署跟各地衛生局 只能再加快速度追源頭 避免問題商品流傳世面 釀成更大的食安危機 來晚輝 我先講 這個薛樂園說 這一次蘇丹宏的事件 是系統性事件 那我就要回來講 在這個立法院這個會期 一開始的時候 為了這個食安的專案報告 也吵了一段時間 那我那天還仔細看了一下 就是每個委員的質詢 其實那個時候蘇丹宏的事件 已經有媒體開始報導 可是那一天很可惜 其實委員們在蘇丹宏的部分 並沒有關注特別多 都在關注豬肉的部分 後面才開始 大家陸陸續續去關心蘇丹宏 昨天我看黃國昌的質詢裡面 其實它是從去年5月份 就已經有疑似 有這樣的一個事件發生 我就回來講 如果民進黨政府 當時大家如果還記得 曾見人在回答 很多委員在專案報告的時候 他還特別說 他覺得他們這8年 因為那個專案報告是針對這8年 他覺得民進黨做得非常好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系統性的事件 在去年5月份發生的時候 怎麼沒有就繼續把它追查下去 這個是我第一個要提出來的疑問 第二件事情 過去我們不管在追萊豬的事情 但的事情 基本上我們的食安匯報 到底我們的副院長是要負責主持的 我自己也質詢過非常多次 通常都是有追才有 所謂有追才有就是你去追他了 他才開始說有 我們也很關注這件事情 我都有定期再召開 但你去看他的報告 就是有開跟沒開是差不多 你看不出他有具體的決議 他要做什麼事情 最近還有委員在關心 我們之前買的這些臭料的蛋 要到哪裡去 所以我覺得食安的事情 絕不會只有蘇丹宏這個事情 而是你整體的民進黨執政之下 的這個食安問題 你到底有沒有要一個系統性的 來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像昨天黃國昌講的 你5月份就疑似的時候 你抽檢 很奇怪 這講家廠商 怎麼會知道人家什麼時候 要做個全面性的一個普查 然後他就送了一個 比較安全的相關的一個東西進去演 我覺得這也要追查 現在看起來不一定 你說新北市這邊有做開法 高雄市這邊好像還沒做開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不要每次只要在風頭上 才開始關注 我覺得委員們 對於民生經濟的事情 不管是蘇丹宏 我覺得蛋也要追一追 這持續性都要有人去觀察 又在經濟委員會 我想這個食安問題 這個真的是民生議題 不是政治口水 因為我就想到說 這個食藥主先生講說 蘇丹宏是所謂系統性的問題 你就會想到之前 陳建院長還講說 這幾年的食安問題 都是個案沒有系統性問題 系統性問題已經都解決了 這個事件很明顯的顯示出 其實系統性問題根本沒有解決 政府當推出的食安五環 從境外要去審核到入來 進來台灣之後後續的追查等等 等於這個食安五環的機制 真的從頭到尾好像就完全沒有落實 到現在我們都不知道說 到底這個蘇丹宏添加到 什麼樣的食品裡面跑到哪裡去 因為其實大家 這次引進新聞看起來就知道說 這個蘇丹宏會用在什麼地方 因為大家很日常的使用 包含說什麼鹽酥雞 這個是鍋貼 辣椒粉等等 這個是日常很多人 正常就會使用到的東西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對 我覺得對台灣的食安的信心 有很大很大的打擊 我們也要幫 其實還是要幫這些業者講一下話 我想多數業者 你剛剛提到其實很多業者都有做品管 其實當然這些業者理論上來講 他們其實也都是受害者 他們在購買辣椒粉的時候 也都是跟合格的廠商 也都有拿到相關的證明 他們才能去買這些所謂的調味料 調味料的上游是 調味料的過程裡面 如果食藥署沒有去機查 沒有去公告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很多業者根本不知道說 這個辣椒粉被添加了蘇丹宏 所以問題在於說 到底這一開始蘇丹宏進來後 進來後這個當初是工業用的 工業用的材料它跑到哪裡去 它怎麼會全部跑到食品廠去了 為什麼食品廠會引進這麼多的 蘇丹宏這樣的原料 加到食品添加機裡面去 這部分我希望說 經過這一次事件之後 食藥署要能夠很明確的去掌握 類似這種業界都知道說 哪些工業用品會被添加到 食品用品裡面來講 這個東西你在第一階段 你就應該去預防 去提防 不是說開放機還是工業用品 所以我不知道它變成食物 不能用這種方法去卸責 你既然業界的業者 都已經知道會有這種事情發生的 你就應該去好好的了解 進來台灣之後 他的流向到底跑到哪裡去 而且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薛瑞仁 他說原來以為是個案 後來才發現是系統性 怎麼會呢 去年5月就已經是被解決了 今年二月的時候 是因為雲林的一個寄生公司 他特別提出來 而且他們還揭露很多時候 接到檢舉 而且他們還很多時候 他們其實在過去以來 有一些從 不管是從外越南 或是中國大陸所進來的部分 已經有列入不良的廠商 就他們每個就換一個名號 進口商再換一個 再重新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過去已經是斑斑可考 可是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這麼一段的時間 包括進口商換名字 在同樣進口同樣的 有毒的這個部分 害我最近每天都在看 如何解讀各位 真的我每天過就是如何解讀 這個部分 真的是讓群眾非常的焦慮 而且我覺得很糟糕 你看從一開始的時候 新北 然後新北 雲林 從一家的保新企業 然後到金站 然後到嘉廣 火越燒越大 然後可是我們的衛福部的 這個回應好像是慢攀拍 然後還一直在說螺絲沒有鬆 螺絲沒有鬆 那是哪裡鬆 我們這樣看我們健保一年 大概八 九千億的錢 還說不夠 對不對 你去看看現在得那種怪病的 得癌症的有多少 到底我是想說怎麼會 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環境 基因都有因素 你食物沒有關係嗎 你每天到底吃了什麼 你這樣想 它現在下架12萬公斤 剛剛我們聽到專家講說 一點點就造成顏色很漂亮 12萬公斤可以生產多少食物 裡面有這個東西 當然大家想說 一點點吃了沒關係 你怎麼知道你只這一點點 我就想說之前有沒有 一定有 這麼多年 這麼長久的 你吃了多少 不只是這個 其他東西裡面 加了一些什麼亂七八糟 我們真的都不知道 去十八糟 通常大塊 沒吃飢餓 Cheers cubed